這個世界很醜陋 而且醜陋是無所不在的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一個曾經是美國最美的城市 遍地黃金 充滿了機會 生氣財富的舊金山 現在變得有多醜陋 更醜陋的就是 美國總統Joe Biden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證據指出 他是到處去貪污 不只是他的兒子 而且他都有親自的去介入 醜陋到連軟弱的共和黨 現在都被逼著出來要彈劾他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希拉蕊克林頓 他發現了解決氣候變遷的方法 而且他知道敵人是誰 他發推文說得很明白 敵人就是你 MAGA Republican 都是你的錯 只要把你們全部消除了 地球就會變好了 這個薩滿教的活人獻祭制度 會慢慢展開 今天來好好討論一下 在我們開始之前 請你直接到下面參加我們Coffee的會員 直接的來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你可能覺得很無奈 覺得自己什麼都做不到 在這個彎曲悲逆的時代 你想說什麼但是又怕得罪人 就連一天到晚叫你活著有勇氣的教會 都只敢叫你在奉獻的時候有勇氣而已 其他的時候以和為貴嘛對不對 要在乎的是關係 耶穌在井邊跟那個淫婦也是藥水喝啊對不對 不要批判 但是你很看不下去 你看舊約聖經裡面 哪一個先知是在那邊建立關係的 約拿跟尼尼威有建立什麼關係嗎 耶利米以賽亞跟以色列的王 關係夠好了吧對不對 那些王有聽嗎 但伊犁跟尼布甲尼撒的關係也不錯吧 他有聽嗎 你知道拯救人的不是關係而是真理 所以請你一起來支持AINews的事工 讓更多的人可以跟我們一起 翻轉這個時代歸向耶穌 建立關係很重要 保羅也是這樣說 耶穌也是這樣說 但是關係一定要建立在真理之上 而不是等到關係夠好了之後 再討論聖經的真理 你很難開口 沒有關係 請你來支持我們的事工 讓AINews可以當無奈的基督徒的發聲筒 就像我的牧師每次講到宣教一樣 你可能沒辦法去宣教 但是你的錢可以去宣教 你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看新聞 但是你可以來支持我們 一起來翻轉這個時代 請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這個影片 當這個新聞頻道的後盾 讓我們可以一點一滴的翻轉時代 從自己的家庭開始建立基督價值觀 在我們的社會裡 我是Ed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News CNN有一個我個人看的很有趣的新聞 他們派出了記者去報導這個 三番寺 舊金山 每一間商店都被偷竊 然後各大商場開始把這個東西 鎖在玻璃櫃裡面 塑膠櫃裡面 避免一直被偷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烏托邦的報導 一個不用金錢的社會長什麼樣子 RICHE GREENBERG RICHE GREENBERG WALKED INTO HIS SAN FRANCISCO WALGREENS WHEN HE SAW IN THE FROZEN FOOD SECTION THIS CHAINS HEAVY CHAINS THAT WENT FROM PADLOCK TO PADLOCK ON BOTH SIDES OF THE DOORS AND THIS WAS BIZAR SOMETHING I'D NEVER SEEN BEFORE THIS IS JUST MORE ICING ON THE CAKE TELLING US THAT RAMPANT CRIME IS IS HAS BECOME A REGULAR PART OF LIFE SO TYPICAL THAT IN THE 30 MINUTES WE WERE AT THIS WALGREENS WE WATCHED THREE PEOPLE INCLUDING THIS MAN STEEL DID THAT GUY PAY? DID THAT GUY PAY? HE DIDN'T PAY WALGREENS SAYS THIS RICHMOND NEIGHBORHOOD STORE WITH ISLES OF PRODUCTS LIKE MUSTARD LOCKED BEHIND PLEXIGLASS HAS THE HIGHEST THEFT RATE OF ALL THEIR NEARLY 9000 U.S. STORES HIT MORE THAN A DOZEN TIMES A DAY WHEN THIEVES TURNED TO CLEANING OUT ICE CREAM AND FROZEN BURRITOS WORKERS GREW SO FRUSTRATED THEY RESORTED TO THE CHAINS THEY WERE ORDERED DOWN BY CORPORATE BECAUSE OF THE NEGATIVE MESSAGING BUT WALGREENS ISN'T THE ONLY RETAILER IMPACTED IN SAN FRANCISCO YOU HAVE TO ASK AN EMPLOYEE FOR HELP AT THIS STORE FROZEN FOOD IS CONTROLLED WITH A CABLE LOCK FAKE EYELASHES LOCKED BEHIND PLEXIGLASS ALONG WITH LOTION AND NAIL POLISH AT ANOTHER GROCERY STORE $14 BAGS OF COFFEE UNDER LOCK AND KEY What is this? I don't know, I don't understand why coffee Oh, here she is It's become kind of like a police state in San Francisco I don't know how to describe it Yeah, looks like a police state Okay 警察國家 警察社會 這個是你在美國常常聽到的一個單詞 來看一下下面這個字的解釋 Police state 警察社會什麼意思呢 為政治學以及社會學術語 描述政府自稱為人民的監護者 以及擁有法定權利 在缺乏法律程序及違反人民意願的前提下 以行政的力量強行控制人民的生活的社會 對,有人輕鬆地走進便利商店 在裡面東西隨便拿 拿了一手之後開開心心地走出去 而且不會遭到逮捕 不會被起訴 不用負任何的責任 這樣子聽起來 像是POLY STATE嗎? 警察社會嗎? 不是吧 這是跟警察社會完全相反的吧 在一個POLY STATE裡面 這些店家、這些商店不會把咖啡豆 鎖在櫃子裡面 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就是因為那是一個沒有任何警察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住在舊金山的話 你感受到的不是一個警察社會 而是一個無政府的社會 那有趣的是 你可以看是什麼樣的東西被鎖起來 什麼樣的商品被鎖在櫃子裡 根據這個報導 它是咖啡、咖啡粉、冰淇淋 冰凍的墨西哥捲餅、Frozen Burrito 假睫毛、指甲油 乳液 還有吃鬆餅的豐糖漿 Maple syrup 那 我把這些東西講出來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這些東西 並不是你走投無路 OK? 無路可走 你飢餓 你需要幫助 你很可憐 無家可歸 沒有飯吃的時候會偷的東西 這代表什麼? 就是 貧窮 並不是這些偷竊的主要原因 當你飢餓到你需要偷竊來維持生命的時候 你會偷的東西 不會是咖啡粉或是指甲油 你會偷豐糖漿 表示你還有鬆餅可以吃 你會偷冰凍的墨西哥捲餅 表示你還有微波爐 你還有一個冰箱 你肚子餓的話 你也不會去偷冰淇淋吃 我也窮過 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很有骨氣 OK? 我自己打工賺錢 不夠 我不吃早餐 我中午的時候只去Togo 買一個clam chowder 蛤蜊巧達濃湯 然後拿一堆蘇打餅乾 沖雞 主要原因是因為 錢要留著週末帶妹去約會 就算這個樣子 我也沒有偷東西 至於像說什麼咖啡 冰淇淋那些東西 我就不會去買而已 當你窮的時候 你就只是不會浪費錢 去買那些沒有必要的東西而已 因為你現在買不起 我們現在施工的錢也非常的少 我就不會去買那樣的東西 就只是這個樣子而已 我還是活得下去 我還是活得很好 我只是不會去買我買不起的東西而已 我不會浪費錢 所以我知道窮苦的日子是怎麼樣的日子 然後你在舊金山上面看到的這個情形 絕對不是一個窮苦 那一個人窮的時候 不會讓一個人去做那個樣子的事情 窮人跟偷竊強盜其實並不是等號 我們在三番四看到這樣的情形 是一個道德淪喪 是一個社會失去目標 人生活失去意義 失去公義的一個社會 的確是很可憐 而且是一個很可悲的狀態 但是這個可悲可憐 並不是因為沒有錢造成的 而是因為他們活著沒有任何的道德而造成的 沒有任何的道德規範 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這個可悲控制著美國各大城市 包括我住的城市洛杉磯 而且這個可悲可憐的生活 是被政府鼓勵的 是被政府不執行法律來刺激出來的 那各位認為這些偷冰淇淋的人 需要的是什麼 他們現在在他們的人生當中 最需要的東西是什麼 他們需要的就是後果 Consequences 他們需要的就是懲罰 事實上就是每一個人都需要後果 都需要consequences 責罰是人類的基本需求 當我們用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生活方式來活著的話 而且又不會有任何責罰的時候 我們得到的就會是一個絕望 因為如果沒有後果的話 人活著就沒有任何的方向 沒有任何的意義 得到的結果就是舊金山 每一個人都像殭屍一樣走來走去 到處亂大小便 很噁心 很難過 這個城市變得非常的醜陋 我們要了解一件事情 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醜陋永遠會是你生命當中的一部分 特別是在這個彎曲悲尼的時代 我們永遠都會跟醜陋活在一起 那我們活在這個社會當中 我們就有義務 要來選擇我們要有什麼樣子的醜陋 還有我們要跟什麼樣的醜陋活在一起 每一個社會都有義務要選擇他們的醜陋 因為這就不是一個完美的社會 我們的社會永遠都會有 我們不想要的東西在我們面前出現 特別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的人 OK 討厭監獄 我們討厭核電廠 我們討厭看到警察在路上抓人 沒有錯 很醜陋 這些都很醜陋 都是社會的醜陋面 監獄很醜 鐵絲網 水泥牆 灰灰的 裡面都是骯髒的人 核電廠也是 OK 燒垃圾廠也是 你可以上面畫一個長頸路 然後蓋個游泳池 讓社區的人去那邊游泳 但是看起來還是很醜 看起來還是很髒 然後在裡面發生的事情 也都是骯髒的事情 我們的社會一定會有 這個樣子醜陋的事情在身邊 事實上就是 我們需要監獄 我們需要焚化爐 這樣的東西就證明了 人性是醜陋的了 逮捕犯人是一件很醜陋的事情 而且可能會變得更醜陋 或像新聞變成國際新聞的醜聞 如果有警察因為某個人偷冰淇淋 然後要逮捕那個人 然後那個人在反抗的過程當中 警察就要用武力來制服他 因為如果不用武力制服的話 那一開始就沒有必要有警察的存在 但是如果警察在逮捕那個犯人 然後那個犯人只要說 我不想被逮捕欸 那就一開始就不要警察就好啦 還可以省下一個月什麼一個人 什麼都不用做一個人的薪水 就是如果我們要有法律的話 我們就要有執法人員 那如果我們要有執法人員的話 那他就必須執法才行 他們可能要用武力去用暴力去用violent去執行法律 原本可能是一個很小的犯罪 警察要逮捕那個人 然後那個人拒捕 然後警察用武力 有的時候那個人那個罪犯 就因為這個樣子被打死了 我們看過很多這樣的例子 像說George Floyd就是這個樣子 一開始只是20塊美金的假鈔 那我們常常聽左派的說法就是 只為了20塊美金的假鈔殺人 值得嗎 只為了在商店裡面偷東西 殺人 值得嗎 答案就是 當然值得 因為這些是左派敘述的方式 因為這些左派敘述的方式是假的 警察不是一到了現場 就直接把槍拔出來 然後把那個小偷打死 或者是犯很小罪的人打死 他們不是因為犯那些小罪而被打死 而是因為他們在干預處理小罪的過程當中被擊斃 這個就是個很醜陋的事實 那重點就是 如果今天你不想要這個樣子的醜陋 你覺得這樣子的醜陋太噁心了 你不想要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們不想要執法人員 我們不想要警察執法 我們不想要警察犯任何的案子 我們不想要看到監獄裡面有人 你每次聽他們在國會裡面 弄出來那個報告 有這麼多的人在監獄裡 美國是全世界監獄最多人的國家 這樣子讓我好不舒服 我好難過 我不喜歡這個樣子 這樣社會好糟糕 那加州政府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消除了醜陋 我們的警察不執法了 我什麼都不用做 每天在那邊吃甜甜圈 但是就算你這麼做 你還是不能逃避這個世界上的醜陋 醜陋的世界還是會出現在其他地方 現在在加州 舊金山 洛杉磯 就是到處都是醜陋的東西 也就是說如果你不控制人性的醜陋 只在社會的某個地方的話 比如監獄 醜陋就會變得到處都是 舊金山他們沒有警察執法 他們覺得把人逮捕 然後抓到監獄裡 這樣子很醜陋 沒有人性 交換過來的就是 一整個城市都變得很醜 一切都變得很醜陋 連冰淇淋 咖啡 指甲油 乳液 都要被鎖在透明的塑膠櫃裡面這麼醜陋 變成一個如果你只是要買一個感冒藥 你就要被一個員工帶著 跟一個犯人一樣 到櫃台付完了錢之後 他才會給你 這個就是當我們的社會 不要法治的醜陋之後的後果 自由也是一樣 自由如果沒有規範的話 如果沒有神的律法的話 會造成的就是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我喜歡律法 我喜歡執法人員 我之前吐槽那個警察說 但是我還是認為他是重要的 我只是希望他聽的是神的規定 而不是洛杉磯警察局長那個什麼 Robert Luna的規定而已 因為至少這個樣子 醜陋是被控制的 而且是被管理的 然後如果你要去 面對執法人員使用武力的醜陋的話 基本上是因為你選擇去犯法 你選擇偷竊 你就把你自己放在一個 Very ugly situation 非常醜陋的環境 警察會來 他會去抓你去監獄 你的人生會回掉 但是這是你的選擇 你選擇去犯罪 你選擇吃老飯 就連如果你被警察打死 也是你因為你拒捕 不過發生在洛杉磯 跟舊金山的事情 全部都是人民的選擇 這些是我們選出來的 是我們活該的 這是屬於我們的醜陋 其中一個醜陋 政治的醜陋 就是到底要不要彈劾 終於共和黨好像不再當好人了 老好人了 不再玩遊戲了 我其實知道共和黨在想什麼 他們很討厭川普 他們不希望川普可以贏 他們可以當一個反對黨 繼續的跟人民要錢 要捐款 然後說什麼 我們不能再讓這樣的惡行 再繼續下去了 事實上就是 他們不在乎你 更不在乎你的生活 更不在乎正義 他們的確不喜歡拜登 但是他們其實更不喜歡川普 因為川普會跟一個老闆一樣 逼著他們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一定要改變什麼 他們不彈劾拜登的話 2024 或許共和黨會選得非常輕鬆 然後終於在上個星期 國會的主席 Kevin McCarthy 終於出來說話了 他們會彈劾拜登 而且會把證人拿到國會裡面作證 我們來看一下 Kevin McCarthy 上支持撒旦教的 Fox News的節目 他們罷了BIDEN 好的 這是給的BIDens 這是給的FBI 當 Bill Barr finally found out about it 他找到他的辦公室 去他的辦公室 他們說這個非常信息 他其實說這件事 非常信息 他們說這個很信息 他們保管他們 他們把他們沒有看 警察他們會被他們 所以他們說他們 所以他們說他們 他們說他們 現在他們說 現在發現 十分之十分 十分之十分 十分之三 十分之十分 十分之十分 When President Biden was running for office, he told the American public that he's never talked about business. He said his family has never received a dollar from China, which we now prove is not true. We now have some of the most credible whistleblowers. These 10-year IRS agents who have come forward said that the Biden family has been treated differently, that what Weiss has told us is different than what Garland and Weiss has told the public. And you're sitting here today where now you have found millions of foreign money, just what the 1023 alleges they did to Biden's family. Now we found that it has funneled through shell companies. If you're sitting in our position today, we would know none of this if Republicans have not taken the majority. We've only followed where the information has taken us. But Hannity, this is rising to the level of impeachment inquiry, which provides Congress the strongest power to get the rest of th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needed. because this president has also used something we have not seen since Richard Nixon. Yeah. Fox News真的有在支持撒旦教堂, Satanic Temple. Okay. 但是這個不是重點,重點是 Kevin McCarthy 終於有點骨氣了. 因為他其實是個很謹慎的一個人. 因為他其實是個很謹慎的一個人. 你說他是保守派嗎? 嗯,很難說. 而且我覺得不只要彈劾拜登,還要起訴一堆的拜登. 還要起訴一堆的拜登,他們全家都在貪污,全家都在賄賂. 我覺得眾議員Lauren Balbert說的比較清楚. But what my hope is, is that the speaker gives the green light to Chairman Jim Jordan to start this inquiry in the Judiciary Committee now. We don't need to wait for more evidence. We have the evidence. We see $17.3 million from the IRS whistleblower that was funneled through shell companies. We see the bribery that's laid out between Joe Biden, Hunter Biden and Burisma and the FD1023s that were hidden for years. So we do not need to gather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an inquiry is started. It needs to start immediately. And Finney, I promise you, if anyone drags their feet on this, we're going straight back to the floor for a straight up and down vote on impeachment for Joe Biden. 这位Lauren Balbert真的是我認為最有勇氣的共和黨人,又有勇氣,長得又正,又聰明,講話又有條理,又年輕. 他是科羅拉多州來的. 你看,越南的州選出來的共和黨的人其實就是越保守派. 他說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我們已經有證據了. 其實一直以來我們都有證據. 連在2020年這個選舉的時候,53個人住在一個空地上面,這個是個證據. 但是我們實在很難去相信我們的司法系統,因為我們的司法系統極度的不公平. 不管是在貪污的證據,然後拜登他兒子的簡訊. FBI在2017年的時候就已經知道the big guy,這個大人物是誰了. 人證,物證,我們之前全部都提過了. 這些全部都可以拿來當這個彈劾的證據. 會不會成功?不知道. 能不能拿到三分之二國會議員投票? 民主黨會不會跑票? 民主黨會不會跑票? 然後為了正義來彈劾拜登?不知道. 但是我們早就可以證明拜登是有罪的. 證據能不能明顯到逼著民主黨的人要投票,正對他們的總統投反對票? 大概不會. 我們要知道就是我們面對的是連男人跟女人都分不清楚的這一群人. 所以在參議院要他們為正義投票,他們如果在乎正義的話就根本不會出來選才對. 但是彈劾案是可以啟動的,是可以啟動調查的機制. 可以出來審核國會可以利用拜登的犯罪集團這個罪行來立法,然後保護未來國會被其他的總統這個樣子利用之類的. 如果左派可以用一通川普跟澤連斯基的電話來彈劾川普的話,那我們現在是有絕對的證據可以來彈劾一個拜登的彈劾案. 共和黨如果還不敢啟動彈劾案的話,唯一的原因可能就是還有更多的案件是沒有出來的. 以下是James Comer最近上Sean Hannity的節目上面說. 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了拜登,而且絕對是指向拜登的. 因為拜登的兒子亨特拜登如果不是因為他爸爸是參議員,之後又當副總統,之後又當總統的話,根本就不會有人理亨特拜登這個人. James Comer說還有很多的紀錄可以問的就是,就跟眾議院主席Kevin McCarthy說的一樣. 為什麼跟拜登打交道的都是那些什麼第三世界國家,腐敗的國家,不然就是美國主要的對手,俄羅斯,中國之類的. 這個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美國的盟友不需要付錢,不需要賄賂官員. 如果你是什麼G7其中一個國家的話,如果你自稱是一個民主自由的一個國家的話,你可以直接的跟美國溝通,跟美國政府申請什麼補助之類的. 你是可以透過合法合理的方式來跟美國溝通的. 但是如果你是個第三世界的極權主義政權,如果你是美國的對手的話,你就是要美國的腐敗,你就是要說客,你就是要間諜,你就是要一個副總統有一個吸毒又濫性的兒子. 你就是需要拜登家族這個樣子的人來推行反美國,然後立定政策來幫助你的國家. 這樣子美國收集的這些納稅人的錢就可以拿來用在你要的方向. 烏克蘭發生的事情就是這個樣子的. Joe Biden就是這樣子公開的這樣說,開除那個調查我兒子公司的那個檢察官,用你們的司法保護我的兒子,不然我就不分給你好幾億. 以農曆一農摳魯美國的納稅人的這個納稅金,我們來回顧一下. I remember going over convincing our team or others to convincing us that we should be providing for loan guarantees. I went over I guess the 12th, 13th time to Kyiv and I was supposed to announce that there's another billion dollar loan guarantee. and I had gotten a commitment from Poroshenko and from Yatsenyuk that they would take action against the state prosecutor and they didn't. So they said they had, they were walking out to the press conference and said no, I said I'm not going to, we're not going to give you the billion dollars. They said you have no authority, you're not the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said, I said call him. I said I'm telling you, you're not getting a billion dollars. I said you're not getting a billion, I'm going to be leaving here and I think it was what six hours. I looked at him, I said I'm leaving in six hours. If the prosecutor's not fired, you're not getting the money. Well, son of a bitch. Got fired. And they put in place someone who was solid. 拜登家族的財富是建立在犯罪集團上面的, 而且跟每個美國的敵人的國家都有非常密切的往來. 每一個都是要來吸取屬於建設美國的納稅金. 簡單的說就是他們在拿錢給我們的敵人, 然後我們的敵人在給這個家族一個回扣. 各式各樣的證據都指向了拜登本人. 最新的這個要出來的吹哨者,Devin Archer, 之前是亨特拜登最好的朋友之一. 很多亨特拜登在用他爸爸的名義到處在貪污的時候, 他都會在,而且他說他至少聽過17通還是18通, 拜登,Joe Biden直接介入商業的這個會議了. 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越來越多的指控. 這是非常非常醜陋的. 拜登當了公職,當了一輩子, 領的薪水都是普通的參議員的薪資. 他有一堆小孩,這麼大一個家族, 不可能有這麼多個億的資產, 然後到處都有房子. 除非他們家很努力,有自己的公司集團, 然後創造出自己的財富. George Bush家族也有,甘乃迪家族也有, 川普家族也有, 絕大多數美國的大家族都有, 但是拜登家族是沒有的. 他們有一堆空投公司跟人頭帳號, 沒有一個人知道拜登家族在賣什麼東西賣什麼服務, 沒有賣出任何產品, 而且沒有任何的商業往來. 但是錢卻不斷的出現在他們的帳戶裡. 最新的報導,天才畫家, Hunter Biden不是之前賣的一幅畫是50萬嗎? 結果搞了半天, 是個民主黨主要的捐贈者, 而且是拜登指派的聯邦委員會成員之一, 叫做Elizabeth Hirsch Naftali. 光是這一個也是很明顯的貪污, 你就去問一下這位伊莉莎白, 這幅畫現在在哪裡好了? 如果真的這麼珍貴的話, 是放在保險櫃裡面, 只有少數的人可以觀看, 然後用那個東西保護著嗎? 還是放在車庫裡跟沒人理呢? 因爲這其實只是一個爛人化的爛化而已, 50萬只是用來買通拜登家族的費用, 所以我覺得要彈劾拜登是必要的事情, 不能因為或許這樣子, 共和黨總統會比較好選而不彈劾他, 美國最醜惡的地方就是, 民主黨是一個完全被左派控制的組織, 然後共和黨是一個沒有什麼用處, 然後又到處妥協的政黨, 那各位認為呢? 我們應該要彈劾拜登嗎? 還是我們應該要放在那個地方? 再放一年半就可以有一個很輕鬆的選舉了, 各位請在下面留言講一下你的看法, 好,過去這一百多年, 中國的考古學家找到了成千上萬的古代儀式的骨骸, 就是動物的骨頭或人類的骨頭上面有寫字的, 人類的骨頭也很多,非常多, 然後證實了就是中國當時商朝的時候呢, 他們是相信, 當時中國人是相信動物獻祭, 然後人類獻祭, 這樣子的話他就可以改變天氣, 這樣的儀式不只是在古代中國, 我幾乎每個文化都有類似這樣子的幻想, 那我們可以想的就是, 我們只要殺人, 或是把人用火燒死, 老天爺就會下雨了嗎? 絕大多數這些被拿來獻祭的人都是奴隸, 戰爭的俘虜, 乞丐,殘疾人士, 古代中國這些優生學的學者, 認為說把這些沒有必要存在在社會上面的, 把這些社會負擔的人殺死, 燒死, 天就會高興, 天就會下雨, 南美洲的Aztec也是這個樣子認為的, 他們為了要讓天下雨, 可以發動戰爭, 抓別族的人來做人類獻祭, 這些古代的祭壇幾乎都是一個金字塔的建築物, 然後萬一真的剛旱很嚴重的話, 他們就開始殺小孩, 殺女人來祭拜, 這個Aztec, 他們墨西哥這個神就做了Talalek, 就是他們的雨神, 我們現在有網路有衛星有各式各樣的科技, 可以讓我們知道說為什麼會下雨, 然後什麼時候會下雨, 所以說我們可能會認為說這樣的祭祀儀式應該停止了, 但是活物祭祀的儀式並沒有停止, 例如像說在2007年的時候, 尼泊爾的國家航空公司, 他們的波音757的飛機壞掉了, 所以說他們就在他們的飛機前面, 獻祭兩頭山羊, 把那個山羊殺死了之後呢, 給了他們這個天空之神, 當時我們看這樣的新聞, 會覺得就是, 哇哦, 現在還有人相信這樣的東西啊, 怪力亂神, 宗教迷信, 那兩隻山羊好可憐喔, 那大家看一看這樣的新聞, 就當作是娛樂新聞笑一笑, 哈哈哈哈就過去了, 這人怎麼那麼傻啊, 尼泊爾人, 但是事實證明就是, 我們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的 no need no callu, 因為我們的政治人物, 我們美國的政治人物也開始說, 我們要對我們的天空之神獻祭, 才可以改變現在的氣候變遷了, 希拉蕊克林頓前幾天發了推文, 他上面說, 夠熱了嗎? 去蟹錢那些讓美國再度偉大的共和黨人吧, 最好用選票把他們踢出辦公室, 那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Mega Republican其實是大概兩三年前, 民主黨跟主流媒體發明出來的一群人, 對他們來說就是, 有 Republican, 還有 Mega Republican, 聽話的共和黨, 還有讓美國再度偉大共和黨, I don't know, 但是我們這些 Mega Republican, 才出現不久而已, 我們就已經在影響天氣了, 我們的存在讓他們的天空之神不開心, 他們的說法是類似幾個禮拜前, 這個福布斯的報導, 今年獨立紀念日是過去十萬年以來最熱的一天, 那這樣子的文章標題是一個巨大的假設, 因為人類紀錄每天溫度的紀錄, 只有過去的140年而已, 然後這邊是來自NASA的文章, 上面寫說, 在1880之前, 並沒有足夠的紀錄, 可以來顯示整個地球的平均溫度, 那這個是科學說的, 科學家說的, 我們就是沒辦法紀錄, 但是就算這個樣子, 過去這140年紀錄, 我們也沒有辦法斷定就是, 哪一天是這100多年以來最熱的一天, 因為其實每個地方的天氣, 地理位置, 南半球, 北半球的氣溫其實都不一樣, 我們在這邊夏天熱的個要死, 但是在澳洲或是非洲, 拉丁美洲那個地方, 他們其實在下雪的,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1904年的溫度, 跟西元前1904的全球溫度, 是差多少, 所以這個福布斯的報導, 並沒有辦法證明, 為什麼川普支持者, 會是導致今年夏天這麼熱的主要原因, 他們不但沒辦法證明今年7月4號, 就是歷史上最熱的一天, 同時也沒辦法證明, 那天這麼熱跟MegaRepublican, 有什麼關係? 我們的確應該要花一點時間來討論, 這麼愚蠢的東西, 通常我們看到這麼蠢的事情, 都是笑一笑就過去了, 但是現在, 是美國的政治圈內的民主黨, 最有勢力的一個政治人物之一, 前國務卿, 前總統候選人, 真心的指控他的政敵, 他的對手, 是造成天氣這麼熱的主要原因, 沒有任何證據, 沒有任何的根據, 沒有任何的科學報告, 這種政治抹黑, 並不是少見的, 我們其實一堆人認為說, 這個世界要毀滅了, OK? 世界末日, 氣候變遷, 臭氧沉破的洞之類的, 但是, 希拉蕊指控的非常特別, 因為他講的東西, 不只是人類的行為, 可以改變天氣, 光是這個樣子, 就已經夠奇怪了, 更是在強調說, 某些特定政治方向的人, 在非常短的時間內, 造成了氣候變遷, 所以在這裡, 他不只是在講說, 因為過去150年, 人類大量的使用沙蟲劑, 大家都在那邊開冷氣, 大家開車子, 碳排量大幅提高, 所以造成的溫室效益, 而是, 他其實在說, 我們現在天氣這麼熱, 都是因為, 我的反對黨, 的這些人, 上個星期二, 做了什麼事情, OK? 我們現在這已經不是政治了, 而是跟, 剛剛提到這個商朝時候一樣的, 完全的宗教迷信, 為什麼會地震? 共和黨啦, 為什麼不下雨? 共和黨, 川普支持者啦, 為什麼會這麼熱? MAGA Republican啦, 這個是我們現在的政治生態, 然後這些民主黨, 再把這些東西當成是科學, 再教導出來給所有的人, 我們看之前的文化, 接下來發生什麼事? 發生的就是活人獻祭, 我們只要把這些人, 這些天不喜歡的人, 全部都殺死, 天就會高興啊, 希拉蕊已經找到這些人了, 這些人就是在美國的中產階級, 上一次投票, 投錯了, 投給川普的這些人, 他們這些人太常吃BBQ, 太常在自己的後院做飯, 他們的卡車, 碳排量太高, 所以說地球才會變這麼熱, 所以這些人要付上代價, 這個是他跟他們相信的, 這樣子的信仰, 離希拉蕊蓋一個金字塔, 然後在上面把一個保守派基督徒的心臟挖出來, 取悅大地之神或天空之神有多遠, 或者是跟這個羅馬競技場一樣, 只是為了要取悅人民, 只是娛樂的一部分, 可怕的是, 不只是希拉蕊這個樣子想, 整個民主黨在建立這個想法, 這個信仰已經很久了, 不只是民主黨, 我小學的時候, 我老師就開始跟我說這樣的事情, 全台灣的人都覺得每年刮颱風, 都是因為自己的鄰居, 隔壁的鄰居一直在開冷氣造成的, 他們用一個自然現象來讓人彼此攻擊, 互相憎恨, 現在希拉蕊跟民主黨更是提升到一個政治的層面, 不只是所有的人, 而是那些特定的投票投措的人, 2018年華盛頓郵報上面的標題是, 又一個颶風即將侵蝕我們的海岸, 川普是共犯, 川普是颶風的共犯, 就類似這樣說我們指控某個人說他是, 月全時日全時的共犯一樣, OK? 華盛頓郵報在這個地方講的就是, 就是指控我們的天氣不好, 會有颶風, 就是因為, 川普一上任, 上任一年的錯,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就是, 選舉前兩個月, Joe Biden支持這樣的想法, 因為當時加州的山火到處都是, 當時我們AI News才剛成立, 我跟菲利亞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外面是飄著灰的, 探的, 然後呢, 這個是當時Joe Biden的演講內容, The Defense Department reported, the climate change is a direct threat, to more than two thirds, of the military's operationally critical installations, that's what the military warned him, and this could well be, this well could be, a conservative estimate. Donald Trump, the climate denial, may not have caused these fires, and record floods, and record hurricanes, but if he gets a second term, these hellish events will continue to become more common, more devastating and more deadly. 拜登說如果川普連任的話, OK, 現在這些氣候問題會變得更頻繁, 更淒慘, 更致命, 意思就是我們會有更多的火山, 我們會有更多的颶風, 更多的山火, 更多的水災之類的, 我們的生活會變得更危險, 如果上任的不是拜登, 而是川普的話, 那剛剛這個影片是2020的, OK, 有人去追蹤他嗎? 有人去跟蹤他的說法嗎? 現在他已經當總統當了幾年了, 他有宣告就是他戰勝了溫室效應, 戰勝了全球暖化, 美國再也沒有壞天氣壞心情了嗎? 他說他會治療癌症,OK, 我們好像還是有人繼續得癌症, 然後他說他會呼天喚雨, 讓天氣變好, 但是他執政了幾年呢? 他還有他的同伴, 希拉蕊, 還有現在的民主黨告訴我們就是, 天氣還是越來越差, 比之前更差,OK? 那依照他們的邏輯, 他們的說法, 我們應該要怪的就是, Joe Biden, 對不對? 所有的火山, 所有的山火, 所有的颶風, 照道理說應該都是, Joe Biden 的錯, Joe Biden 應該是, complicant, 共犯才對啊, 但是沒有, 現在他們的說法是, 為了要避免氣候繼續變壞, 持續變壞, 就是要大家繼續投票給他們才可以, 當然, 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才是宗教, 那個才是迷信, 以下是, 全球每年因為自然災害而身亡的, 這些人的統計數字, 各位可以看到的數字就是, 從1900一直到2020, 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地球在變得越來越安全, 人類的生活變得越來越好, 地球好像越來越穩定, 但是我們永遠不會聽到這個樣子的東西, 我們反而聽到的就是, 地球要毀滅了, 世界要末日了, 自然災害變得更可怕, 會更致命, 現在我們在北邊這個加拿大的山火, 被稱為是, 史詩級的火災, 加州2020的山火, 也是被這個樣子形容的, 天啊,地球要毀了, 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這樣子發生過, 事實上就是, 以前的叢林火災, 現在如果發生的, 是比現在還要可怕的, 還要嚴重的, 1871年有一個火災叫做, Great Midwest Wildfire, 聽過嗎? 燃燒的面積, 殺死的人, 好幾千人被殺死, 殺死的動物, 幾百萬英姆的這個地被摧毀, 這樣的事情怎麼會發生呢? 怎麼可能在我們這些Mega Republican出現, 來破壞生態環境之前, 破壞地球之前的一百多年就出現呢? 還是其實Mega Republican, 是甚至可以控制以前的天氣呢? 我們的魔力, 我們的巫術到底有多麼強? 這個答案可能只有希拉蕊一個人知道, 然後只有他可以告訴你, 那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最強的能力就是要, 就是可以檢查自己認罪悔改, 我們就來假設一下, OK?我們就來假設就是, 現在地球真的要毀了, 氣候真的可以可能隨時殺死我們, 真的這個世界的碳排量, 真的是氣候變遷的主要原因, 以上都是假的, 我現在只是假裝而已, OK? 希拉蕊跟Joe Biden現在做的事情, 不就應該是停止跟中國大陸所有的經濟往來? 不應該是對於中國的抵制, 經濟制裁跟商業圍堵嗎? 因為中國的碳排量是美國的兩倍還要多, 事實上就是, 中國的碳排量超過了所有已開發國家的總和還要多, 那他們怎麼沒有對中國怎麼樣? 因為如果碳排量是造成山火, 造成美國這邊的山火, 颶風,颱風, 聲音效應的話, 那中國的碳排量就是對我們美國的一個開戰, 是宣戰耶, 那Joe Biden會做什麼事情嗎? 他們什麼都不會做, 還會派他的兒子去跟中國繼續做生意, 繼續探戶, 但是你不行, 你不可以開車, 你不可以開冷氣, 你不可以做菜, 你只能乖乖地投票給他們。 二十年前, Bill Clinton, 希拉蕊的老公, 同意了中國進入這個國際貿易組織, WTO, 說跟中國有更多的貿易往來, 會讓美國變得更好。 他發誓絕對不可能毀掉美國的製造業。 他說, We will be able to export product without exporting jobs, 我們將會可以持續地輸出產品, 而且不會輸出工作。 然後現在呢, 事實上就是他們並不會後悔他們做這些壞事。 像說希拉蕊, 他們其實不相信是Mega Republican造成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的, 就跟他們不相信碳排量跟天氣有任何的關係。 這就是一個宗教, 這就是一個信仰。 他們把一切都變成一個政治手段, 來讓更多的無知的人民可以互相的攻擊。 他們不在乎你的生活, 他們不在乎地球, 他們在乎的只是權力而已。 醜陋是世界上必然的一個東西, 醜陋的社會制度也是一定會存在的。 我們活在的地方不是新耶路撒冷, 而我們最要認清的事實就是, 醜陋一定會存在。 而且我們有義務要選擇什麼樣的醜陋。 還有任何人告訴你說, 他可以創造出完美世界, 完美制度的人, 全部都是假先知、假教師。 他們才真的是在跟你傳教一個信仰。 就算戴著科學的面具, 他們也是在騙你。 這就是為什麼希拉蕊會把自己弄得跟Aztec的一個祭司一樣。 但是至少Aztec的祭司承認那個是一個宗教。 我們在掌權這些民主黨人, 他們不知道宗教跟科學的差別。 所以他們講出來的話, 全部都是假話。 這個就是這個世界有多麼醜陋。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